今天我来其实是想说 我情绪确实有些失控 比较激动 说好了 这怎么办啊 林总的意思是 他已经知道错了 咱们大家就回来吧 这是道歉了 说 对不起 我想大家道歉 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好 我一直都没有考虑你们的感受 既然我当初选择了你们 我就应该继续选择相信你们 也希望各位不要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知道为什么骂你们 因为我希望对你们 能够严格一些 因为只有对你们严格了 你们才能快速地进步 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 最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能够给整个配音行业 输送更多的人才 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没什么人能瞧得上国语的意义 你们知道国语配音像什么吗 就像是一只过街的老鼠一样 人人喊他 但是随着最近几年 慢慢的国语配音行业 变得越来越好了 更多的人能够去接受他 欣赏他 你知道我内心有多开心吗 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能够快速地成长 能够对这个行业 做出更多的贡献 能够实现你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所以我真心希望 各位能够重新回到配音班 大家都差不多得了 大家都差不多得了 我认识林总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见他道歉 那不行 我觉得还不够 就是 差得远呢啊 再说两句 我说你到底是哪头的 我是配音班的 大家配音都这么辛苦了 考考大家 得夸两句 我们配音班平常可辛苦了 你作业老板 不得鼓励鼓励我们 来 先宽悟 自卑 你是最早加入配音班的 真实训练很认真 正式配音的时候 总是能最快地完成 配音导演的要求 很棒 亮亮亮 你很勇敢 总是能尝试不同的角色 和不同的任务 再难你都会坚持 小白 音色很好 声音很露霾 继续加油 家庭和事业 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 两个东西 周爽 你平衡得很好 继续努力 我相信你未来 会有更大的发展 所以我真心希望你们各位 能够回到分别 无论是对公司 对六瑶 对整个配音班 又或者是非我 都不逆人 林总 其实之前我们也冲动了 但确实都是用了心的 我都懂 配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你们有你们的问题 我也有我的责任 所以我根据你们 每个人的特征 重新安排的决赛 既然 您证明 那我怎么还降了几了 责任分单单 这个导师兄 你得收拾 那为了团队 我愿意 对 你声线更加醇厚 更符合成浅的高龙成熟 适应啊 好 小白 你配李云吧 古灵精怪 更适合你 好的 都替林总的 就是了 踏实稳重 又会照顾人 韩渊留给你了 杨灵灵 吕露西 你们两个人的角色不变 在六摇里 女性角色虽然不多 气氛也不重 但是如果能够配好 也是点睛之处 怎么样各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语音不够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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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